在简报中,使用SmartArt图表并加入图片 以提升简报的专业性和视觉吸引力时 可以使用以下的方法 步骤一,选择适合的SmartArt图表 步骤二,选择一个拥有图片区域的图表类型 步骤三,编辑SmartArt图表 步骤四,点击图片站为俘获图片框 然后选择插入图片的选项 浏览您的电脑上的图片 选择您想要插入的图片,然后点击插入 小题是,选择符合您的主题并与文字内容相辅相成的图片 确保所有图片在风格保持一致 以营造整体的视觉一致性 极优在简报中使用SmartArt图表并加入图片 您可以提升简报的专业性和视觉吸引力 使内容更加生动有趣 记得选择适合的SmartArt图表类型 插入并调整图片 并注意设计原则和视觉一致性 我们现在要换另外一个方式来去抓图片 例如说 Anvitamin就是这个版型 它这边非常适合放一张丙激Anvitamin的图片 好,那如何做到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要先教各位如何去把这张图片置换 那自换的方式啊 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今天直接透过Bin的搜寻 它会产生失败 所以我就只能换从 重档案插入图片 好,那如果要做到这件事 就要接下来请你跟着我一起做咯 我们要先去找到图片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我想要找这个 我要找摇头丸这个图片 所以我就变成 我先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输入摇头丸 好,那我想这样很容易点选这个图片 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图片 但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了解 这里面不是每一张图片都可以拿来使用 它是有智慧财产权的区分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透过工具 然后调整它的使用权 也就是说 如果这里面的图片 它是要创用CC授权 我们再去使用 因为创用CC授权 可惜它这里面的图片就少很多 那我们改成商业和其他授权 它就会呈现比较多一点的图片 让我们来去选择 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你自己去拥有这张图片的版权 请问你怎么拥有这张图片的版权 那你就可以去找几颗摇头丸 然后去拍 拍出来 然后变成照片来去使用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当你用别人的图片 它会有智慧财产权 但是如果你是自行制造出来的图片 它就不会受到任何那个版权的限制 那这以上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那假设我今天呢 我要使用这一张图片 所以我就直接点它 然后我建议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的图片 它会有一些限制 它可能它会有说 你可以拿去用 但是不可以改变它的大小 或剪裁之类的编辑 所以建议就是直接去领存图片 会比较合适 就不要去做任何的修改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 他会用抓图的方式去抓这张图 你这样的话 你一裁切 它可能变成符合你的一个版型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破坏它了 你改变它的一个授权的规范 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有侵权的行为 所以建议直接领存图片 会比较适合 例如说我就直接取名 它叫摇头丸 好然后直接点选存档 那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那当然就是假设 假设我今天我要使用 我要使用 那我就快速点两下这个图片的图示 然后请选择从档案 从档案 然后接下来去找到 找到我刚刚下载的 我刚存档案 我都是自视化喜欢存放在一个指定的图片下面 好图片底下的储存的图片 然后接下来我就在这里面去找 这一张就是我刚刚下载下来的插入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用这种方式的话 可以让整个除了图片 去做说明 去做说明更加的可以让大家听懂 听懂或者是了解这些毒品 像你看 甚至你绣出来 绣出来 你就可以又再强调讲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这些药与这些药丸做得很漂亮的药丸 然后呢 然后它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好 当然你可以讲说 那个包裹糖衣 或者是拥有华丽的外表 其实它的内容物是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就是摇头丸可能可以变成slogan的一句话 好